哈喽呀,我是天成 今天这期视频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改装工具 因为平时看我视频的不只有那些喜欢娃想入娃圈的宝宝 还有一些想自己改装的 一些刚入门的宝宝问我新手改装应该用什么工具 好奇改装工具的这个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这两个大屏的一个是亮光机一个是照光机 这个小屏的是光油,其实和亮光机的作用差不多的 然后就是上妆的一些笔刷 上妆用的色粉我用的是圣内利尔的和萌友的 这种细的笔刷我觉得特别好用 就是用来画眉毛的时候根根分明 还有就是这几种彩鲜也是用来画眉毛的 黑色棕色这几只比较常用 睫毛的话我主要用的是这两种 这款睫毛是这种交叉的 我以前比较喜欢用一点 这种睫毛是我现在经常用的 可以把它剪成这种小块的曲节 这款睫毛根部是自带胶水的 就不需要再去涂胶水上去 然后就是画眼皮和后脑的颜料 主要是用的扁吸 还有这种水性气 扁吸涂上去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笔痕 水性气的话就没什么笔痕了 彩鲜和用性笔有的时候也会用到 这是我平时打磨雕刻娃的地方 这是一个吸尘器 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很多的灰尘 这些都是打磨一个娃基本上就会有这些灰尘了 然后就是经常有人会问的 为什么我有两个打磨器 这个打磨器主要就是开嘴比较好用 这个钻头很容易把娃的脸壳磨穿 我一般就喜欢用它来开嘴 这个是消光用来固定妆面 这是照光剂我分装出来的 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打磨条 这个海绵条特别好用 一面是这种细的 然后另一面就是比较粗糙的 还有这种也是用来打磨妆面的 我喜欢把它撕成这种小块的方便拿一点 这些是做眼片的一些材料 这些亮片什么的都可以放在眼片里面 眼皮也可以做这种亮片的款式 这些颜料就是放在滴胶里面的做成眼片的颜色 然后眼片就是用这种模具去做出来的 这个猪子是我最近买的 我感觉放在眼片里面特别闪 这是滴胶 肯定大家都知道是用来干嘛的了 就是来做眼片的 这个钻特别闪 放在眼片里面blingbling的 还有这种贴纸贴在眼片里面比较可爱 下面还有一个新带露的 其实这些都是美甲材料 我之前的新带露支架就是用这个去美甲垫加工的 这个是眼泥像橡皮里一样 但是它特别有联系 用来固定眼片固定耳朵都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我桌子上的这碗水 有的包包说我这碗水有的时候五颜六色的 其实是洗鼻水 有的时候比脏了或者有颜料什么的 就可以在里面涮一涮洗一洗